1981年中国大陆第一次迎接银次郎 对于老师芭蕉的配音演员来说是个挑战 首先我想 我得改变我的 在这个时期当中 我得改变一下我的节奏 这个无情无义的地方 你话别拉着 想什么就说什么 一只小猫浑身土 猫屎沾了一屁股 让自己的思维直线 想走想走就走 想开闻想就开闻想 想发脾气就发脾气 你们这些人 有什么好看的 这个对自己要求 那么那个时候确实 人家感觉乔真 怎么那么毛躁 一个什么样的人物要用去这么大力气呢 是一个善良的低层的人 卖了好回家 太阳晒得我呀 快变成黑茄子了 他生活当中呢 还挺幽默 我要到龙宫去了 龙宫想你漂亮极了 到外接触一些女的了 哎 有的看着银次郎挺善良 人挺好 挺和气的 耗着这个帮助人 有的女人 有的女的就很喜欢她 你就是阿云 是我 太好了 他也挺喜欢女的 但是呢 他又不敢向女的表示她的爱情 阿云 祝你幸福 再见 谁要让人说他傻 说他傻的人 这个人是最傻的人 我这个人是太傻了 所谓傻的人 他是把一切 把好事情 把好事情 都为别人去做 把痛苦留给自己 这种人傻吗 实际上不傻 我乃 葛氏柴佑人士 生下来就得天独厚 我姓车 名银次郎 江湖上人称 疯子阿银 走在东京柴佑 他仿佛仿佛置身于电影之中 在这里充斥着银次郎的痕迹 我乃是东京柴佑人士 原来是这样 是啊 我还记得小时候 父亲常常带我到地市天去玩 你还记得 我当然记得 地市天可热闹了 店里才卖一种弹簧的小红 是啊 那儿还有许多小吃店 还有鳗鱼店 松饼店 糖果店 还有鲜辈店 对了 还有高团店 高团可好吃呢 我们家在那儿 就是做高团的 银记高团店 在这里 亲口品尝银次郎家的团子 真是别有风味了 在这里 甚至还有一座 为了一部电影而建造的博物馆 难以判断 是因为这个地方孕育出一部电影 还是这部电影塑造了这个地方 在遇到银次郎以前 沃美青开始搞小演员 沃美青就是一个干演员的量 一般人表现悲意 就从悲伤来表现 沃美青老人用非常有分寸的喜剧 来表现推销 在日本人都演戏得很少 所以当时就觉得沃美青不错 没名气的小演员 遇到了两个年轻人 富士电视台刚刚当导演的小林俊一 松竹电影场刚刚当导演的山田杨次 他们几个一起弄出了个多受好评的电视剧 银次郎的故事 当时在素食电台 美青四播出一周一次 美青四黄金时间每集45分钟 一共26集 反响非常好 电视剧里银次郎 完全相反的一种类型 是喜剧明星 他有一张非常有个性的脸 当时就考虑要为他拍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呢 这样就有了第一集的银次郎 电影开拍 从此 渥美青再没有离开过银次郎 一共28年 我想像银次郎这样的人和关于他的故事 在世界各个盟族都会存在 虽然脑子不太灵光 可能一事无成让人笑话 但是心地善良 同时又得到很多人的喜爱 银次郎没有固定工作 这虽然不是一个正式的职业 我明明知道买了可能不上帐 但是由于摊主实在是哄人开心 所以也就心甘情愿的套钱 银次郎只有一身衣服 那是很典型的六十年代的非社会打扮 穿西服但是不打领带 绑着护腰不穿鞋 装脚穿着木鸡 外套也不是经常穿在身上 而是这么搭着 我根本不穿衬衫 你看我也不穿鞋子 银次郎没房没车 没有工作没什么衣服 那是因为这些都不重要 没什么了不起的 他没有钱 有没有房子 有没有家 长得又丑 脑子还不灵光 但是你会被他触动 我想就是因为他有一种做人的自由 他完全没有被任何东西所束缚 内心无欲无情 我可以说是漂泊在外的一只小鸟吧 漂泊在外的一只小鸟 不 不对 有两样东西对流浪的银次郎是重要的 首先是他那位于柴有的家 因为有家所以要回 他一本正经的 乱叔叔还活着吗 这畜生啊 也不知道人家为他担心呢 你就说我快要死了 编故事的时候 特意把银次郎的家庭成员设计的比较少 而且关系简单 他没有父母 虽然有一个妹妹 但是母亲不足 叔叔和婶婶对妹妹一直视而己出 所以这个家的血缘联系并不是那么的紧密 但是大家在意识上都能力的成为一家人 叔叔 是我 是我银次郎 话也不会说了